好 这节课我们继续看一下可微这个概念与我们前面介绍的偏导数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一元函数可微和可导是打架的 而我们前面也说了对于二元函数可微能够推出偏导存在 那么现在我们反过来就想问 偏导存在能不能够推出可微 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一元函数有 二元函数我们就自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看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考察这样一个分段函数 它在00点它的偏导以及它是否可微 那么偏导数这个就用偏导数的定义 比如说我们先求一下在00点关于x的偏导 根据定义等于fx-0-f00比x 好f00我们看到它就是0 带进去这部分是0 而fx-0当y是0的时候 这个函数我们注意到也是0 所以分子其实就变成0了 那么整个极限也就是0 同理因为你这个xy的位置完全对称 同理关于y的偏导肯定也就是等于0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求出了偏导 求出偏导也就是偏导存在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看一下可微性 可微我们先把它的定义给列出来 如果可微那么必须得满足这样一个条件 就是增量fxy-f00就是那个函数变化量 它等于关于x的偏导乘以x 关于y的偏导乘以y 再加上那个小欧洲 而这个关于xy的偏导都是0 所以这两项就可以不管了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等式左边 f00是0 这个呢直接代入 它就是xy比上x方加y方 右边呢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两项没有就只剩它了 那就是根号x方加y方的高级五重小 现在你就是想看一下 左边是否等于右边 如果等的话就可微 如果不等就不可微 那么要说它是它的高级五重小 那么其实就是要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极限 实际上就是说它比上它的极限 那么要说它是高级五重小 首先一个前提 其实这个呢 极限必须得是趋近0的 它那是五重小量 你才能说它是不是高级五重小 是不是低级五重小的问题 那我们就先算一下左边这部分的极限 实际上我们前面碰到过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极限 我们知道它是不存在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 如果它极限不存在 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是五重小 不是五重小 就更无从去谈 它是高级的五重小 所以我们说左右是不等的 那么也就不可微了 那么这个例子其实是告诉我们 有一些函数它偏导存在 但是不可微 那么也就是说 你由偏导存在推不出可微 但是呢 我们说我们还是不死心 我们还是想考虑一下 如果直接推推不出来 我们加一些条件 能不能推出这个可微 就是我把这个条件变强一点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那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 因为可微呢 它考虑的是函数变化量 我们就先把这个函数变化量 得儿子Z拿过来 看一下它可以表示成什么形式 现在直接这个式呢 我们现在没法处理 因为呢你这个 这里的XY呢全在改变 没法用前面的这个结论 我们做一个变形 我们给它减一项再加一项 我们想减什么样的一项呢 我们想指使的其中一个变化 另外一个不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注意 我们减掉一个这一项 这一项我们看到 它和前面这项比Y是不变的 它是保持Y0加ΔY不动 只让这个X在变化 减去这一项 你还得加上这一项 才能保证它是相等的一个式子 所以后面我们再加上这一项 加上这一项和后面的这一项合并 你就会发现 它对应的是X这个位置不动 Y这个位置在变化 那好 写成这种形式以后 因为它只有一个面量在变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一元函数 一元函数我们知道我们有中置定理 我们利用一下拉格朗日中置定理 那么就可以把第一部分变成F F 注意因为X在变 所以我取 Cas Y0加ΔY ΔX 加上F Y1 注意 这里边X0不动 我把后面那个变成Cas 乘以Y的变化量就是ΔY 这里的Cas和Δ呢 它分别介于X0到X0加ΔX Y0到Y0加ΔY之间 现在我们看 编到这个式子以后 和我们可微定义的那个式子呢 就有一些接近了 我们可微定义的那个式子呢 AΔΔX A呢是关于X的偏导 但不是这个值 是X0 Y0点的值 那么这个呢 前面这个B 对于是FY1在X0 Y0点的值 它们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那么你怎么从FY1 X0 Y0变到X0 Y0呢 我们就想到了 连续 因为如果这个偏导 这样一个新的函数 它是连续的话 那么你取极限 那么 这个 因为这个Y2 我们先看这个Y2 Y2是介于Y0到ΔY之间的 当ΔY取近0的时候 那好 它如果连续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ΔY 取成0 那么它一取极限 就变成了FY1 X0 那么就和它一样 所以呢 我们这里需要加一个条件 连续 注意这个连续呢 是偏导函数连续 而不是原来那个函数连续 加了这个条件以后 我们说 这个取极限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FY1 PX0Y0 那么同样 这个取极限也是我们想要的FX1 PX0Y0 但是都得取极限 如果不取极限 那么实际上这个和我们想要的这个 它是相差一个无穷小量的 这是我们极限讲过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 它的极限等于它的话 那么当且紧当 它和它相差一个无穷小量 类似的 我们也可以得到FY1PX0Y0 和FY1PX0Y0 也相差一个无穷小量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呢 带入到刚才那个式子当中 我们来看 把这部分带进去 这部分也带成 我们刚才给的这个值 好了 现在我们看 前面已经是我们想要的结论了 就是那个A倍的ΔX B倍的ΔY 就是可谓想要的 现在只剩下这部分了 α乘以ΔX β乘以ΔY 现在我们需要验证的就是这个 是不是Rode高阶无穷小 如果是的话 那好 就和可谓的那个定义完全一样 所以剩下的任务 我们就是需要证明 因为你要证明它是Rode高阶无穷小 等价的描述 就是它比上这个Rode 极限是0 极限是0 那好 那就说明 上面是下面的高阶无穷小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去证 这个证明呢 我们要用到我们 因为它是求极限 我们就要用极限的一些方法 那么这里用到的就是夹几定理 我们给它取一个决定值 因为它要证明极限是0 那么夹几定理 取完决定值 左边自然就是0 右边 主要我们其实就是看右边 我们给它放大 放大呢 我们现在把上面分成两项 αΔX是一项 βΔY是另外一项 然后我们分别来看 那么每一项我们看 先看第一项 看这个分母 分母本身就是正的 其实绝对值 分母这个绝对值可以去掉 然后ΔX方ΔY方都是正的 你要使得整个变大 分母就一定要缩小 那我们干脆就把这个ΔY方扔掉 这部分呢把ΔX方扔掉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 扔掉它以后把它放大了 那么这个和这个就约掉了 这个就剩一个α 这个就剩一个Δ的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 一个α一个Δ 那么它俩因为都是无穷小 所以它们就趋近于0了 它们去近于0 那么也就说明这个极限是等于0的 极限等于0 那么自然就说明它是它的高级无穷小 那么其实就相当于证明了它是可谓的了 那好 那么证明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这里其实就加了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偏导函数连续 加了这个条件以后就能够推出这个函数 它是可谓的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定理3 如果我们已知这个函数 它的偏导数 fx一匹 fy一匹都存在 而且这两个偏导函数 那么在x0 y0点处 又是连续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函数 它就是可谓的 那好 然后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说 刚才这个定理说明了 偏导如果是存在且连续 那么就能够推出可谓 可谓呢 又能够推出偏导存在 可谓还能推出连续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 可谓与我们前面讲过的这几个概念之间的 这样三个关系是